過了這個星期之後,真是不知道日子怎麼過 因為這個星期經歷了幾場精彩的賽事 包括其中是皇馬對霸人的這場賽事 我以為已經是今年最佳賽事 怎知幾天後出現了皇馬對巴賽更加高水準的賽事 更加在末段入球,更加戲劇性的賽事 真是不知道未來還有沒有 這幾場賽事和足總盃,我都跟大家分析過了 這個星期,其實還可以找到一些賽事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當中,其實星期六,如果大家還有些記憶的話 其實霸人在早場是出了戰 德甲那邊的賽事對著緬因斯 拜仁現在當然德甲也沒有什麼懸念 不過問題是剛剛歐聯出局 他們的士氣是怎樣的呢 一開始就被緬因斯衝散了 大家其實上半場的呈現就是假對攻 但先落後的是拜仁 但緬因斯領先後,他又不防守 繼續跟拜仁做對攻 結果其實聶貝利給一個漂亮直線洛賓下去 一射遠處都追回1比1 而其實聶貝利和洛賓他們的配搭 從2013年開始到現在都還是很順滑的 兩個球員的思維同步都依然是幾不錯 你會見到2013年那次的歐聯決賽 其實都是聶貝利和洛賓去到最後的時間 是憑借著他們兩個的配搭 這樣是搞定了多蒙特的 但問題就是拜仁近期看來後防線都出了一些問題 基本上亦都落後了因為一個12碼的關係 變恩斯領先後就真的去死守了 基本上下半場開始都是攻防戰的 首先我們可以說其實你會留意到 上半場其實拜仁3分4次其實已經可以execute這個免恩斯 但是為什麼這個拜仁都沒有辦法在假對攻上面組織到什麼攻勢呢 而其實他們有高速的樂斌 和都叫做可以做連結的聶貝利 不過其中還有一個球員叫利雲道夫斯基 的確就不是很適合踢高速的反擊 你說其實他跑得不夠快上不到正前鋒的位置 其實他有很多反擊都叫做墮了後面 墮了後面其實他都很想是去做禁區頂那裡做連結傳播 給湯馬斯梅娜或者諾斌是繼而再進行那個攻勢的 那麼你會留意到就是在禁區頂的情況做易傳而言 說利雲道都不是有那麼高的級數 那麼很多時候都闖絕膠塞緊張膠塞這些情況都會出現在利雲道的身上 而利雲道其實真是一個典型的支點 柱等式中鋒 那麼在這件事上面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其實未來的球壇呢 我估計其實應該會越來越少就是利雲道和伊巴謙這一類型的支點球員 其實對上九十年代末我們都還會見到 比亞荷夫這些球員出現在國際球壇裏面 但是未來來說因為未來的足球都是更加要求那個反擊的速度 所以其實照計利雲道、伊巴謙這些球員 其實那個類型上面就打少了一瓣就是快速反擊的 那就是說其實他們是在某些的比賽品中上面就不合用 那所以呢未來那些教練或者訓練球員的一些組織 是會越來越是傾向回 就是試試找回一些類似蘇瓦雷斯的球員 因為蘇瓦雷斯他可以打到反擊 但是在那個意識上面只要有個好一點的教育的話 其實蘇瓦雷斯都可以做到支點的工作 那基本上未來也都比較是越來越不重視 就是兩邊橫出球或者高空軍炸這些進攻模式 那就是說其實未來來說呢 就蘇瓦雷斯、耶穌這些支點前鋒球員 會越來越多或者會越來越值錢 那及後一些儲等式中鋒不會沒有的 但是越出會越少 其實你見到在德國都會越出越少 就是這個儲等式中鋒 那也都可能是反映了德國那邊其實內部呢 都開始希望是找到一些是全面少少的前鋒 有速度 而且呢都有支點那個是意識在那裡 那這個其實未來都會相信是一個潮流來的 那其實以往呢我們認識了一個球員呢 我覺得他會很適合踢任何比賽品中的球員 那個叫杜奧巴 那基本上呢可以說呢 他是all round的 他是基本上呢 是頭又得、腳又得、又衝得、又跑得 亦都可以做二傳做支點 那這些球員基本上我相信是會越來越豐行 那盧卡古那些呢就真的浪費了 其實他有了所有的是成為一個很前鋒的條件 包括身體素質、速度和射術 那可惜沒有腦就是沒有腦的了 那講到霸人呢就落後了進入更衣室了 那落到來之後呢其實他們要進行主攻 那當然呢 級數上面呢 他們其實是可以屈倒這個免印士 那其實他們也都換了艾簡達華進去 那艾簡達華的意思是在禁區裡面呢 是射入了一球 禁區頂那裡射入了一球球 也都反映到艾簡達華越來越似一個禁區頂停波人 那可惜呢 就是他不是整場可以貫徹了 他只是局部地區性做到這些事情 那對我來說其實艾簡達華短期內可以依賴一下 那但是未來來說我覺得 大人是要找一個禁區頂真是出色的禁區頂分波停波的人 那我都講過可能是奧斯爾 那你說如果聶貝利老了 那會不會亞歷西斯山齊斯都來了 那阿仙奴媽保打包過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相信奧斯爾和山齊斯會立刻覺得呢 隊友的重要性啊 那還有呢 很可能他們可以憑石著這兩個球員的家民呢 他們可以在歐聯那裡更加是進一步 或者呢 是染指一次歐聯冠軍 那拜仁看看他們下季的轉回槍呢 是會怎樣 那另一場賽事了 那另一場賽事呢 就要講一講就是曼聯 有朋友就inbox我 就問我 哇馬斯亞終於如你所願 有機會試試踢前鋒 尤其是正中間的前鋒 還要納黑入球 一出場就入球了 那其實呢 我都講過了 是真的要多些給馬斯亞這些人呢 是踢那個正前鋒為之 你想想那場球 曼聯的那個反擊 如果出伊巴謙的話 有沒有機會入呢 那就沒有了 因為伊巴謙沒有速度的嘛 那但是馬斯亞這些人 其實都是未來的前鋒 馬斯亞我覺得呢 他只要學一下 其實他有機會能夠做到支點的 那基本上我覺得呢 他比拉舒福特更加適合 踢這個正中間的前鋒位置 尤其是我覺得馬斯亞 在門前的冷靜度呢 是比拉舒福特 福仔、華舒福更加好的 那我認為呢 其實是要給一些機會 二 那時候伊巴謙是受了傷 我都講過 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 可以多些用一下 其實在曼聯的板凳上面 有一個不錯的球員 馬斯亞 好啦 朗尼呢 都是上陣 因為我都相信 曼聯近期的球員 人員是比較少人的 可以調動到的 因為呢 是比較多傷兵的情況 不過呢 朗尼今場賽事呢 雖然叫入球 不過他有很多的情況 都好像呢 Matrix 這樣的 如果大家有看到Matrix 在打打的場面 你會發現呢 很經典的情況呢 就是突然間 打打下 突然間那個人呢 是慢鏡頭的動作 突然間停了慢了 幾秒 然後又馬上快 那種剪接的轉速度 那種剪接的方法呢 就好像運用在朗尼身上 即是每次的球在朗尼那裏呢 朗尼的決定都是慢半拍的 就好像呢 擺穿款、擺穿太 Matrix 這樣 那基本上呢 當然呢 朗尼去到現在這個情況呢 他轉型的情況 也都轉型得 不是說非常之順滑 進攻中場 他又一般 翼呢 他又不夠速度 雖然他挺勤力 但是休息這麼多場 才有一場有表現 那都是不可以長顧 不過耐不耐出一下 屈一下這個級數啊 對手球隊比較弱些 那不是不行的 那這場賽事呢 他入球 不過入球呢 就叫做一些爭議 因為馬斯亞呢 就叫做手球 那馬斯亞那一刻呢 他插入禁區叫做幾機靈的 不過呢 他那個手真的碰到球 而你給我呢 我個人覺得呢 我覺得是應該要催手球 因為那條球呢 的確呢 是令到萬聯著數了 因為那個球留在禁區裏面 如果不手球 那球就留不到禁區裏面了 他手球了之後 留在禁區裏面 那會令到萬聯的攻勢 是繼續引進的 那我覺得呢 在那個是 著數性上面 手球之後呢 的確是對另外一隊 或者是隨便一隊 是有一個壓倒性的優勢 那我覺得呢 是應該要吹罰的 那如果那個手球完之後呢 其實是出了界 那這些無關痛的 我覺得反而可以不吹 我覺得這些手球 就是除了蓄不蓄意之外 還要考慮一個點數 就是究竟那個 那個 著數有幾大 好了 那結果呢 其實 你會發現呢 就是萬聯這場賽事呢 都叫級數上呢 就處理了對手 那另外 其中有一下呢 幾特別的 就是普巴呢 應該跟對手在禁區裏面 就有一個是 爭位啊 互相呢 就有些推撞的情況 那球證呢 就近來呢 跟普巴說 不要這樣做的 那普巴的態度 真的很奇怪 他是怎樣的呢 那普巴呢 那球證就吹了啦 那基本上 其實球證是近來呢 警告一下 這個罰球是再開的 那普巴呢 即是球證一近來呢 普巴呢 整個人就定了 硬了 看不動 那隻眼呢 就看著觀眾值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那球證就比他矮的嘛 那球證就近來 一路近來 普巴就一路固定這個動作 一路眼定定看著觀眾值 球證一路走過來 普巴的動作不動 球證走過來 跟你說話 普巴一樣的動作是不動 跟著球證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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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巴就馬上抬回人了 叫隊友抬回人了 就是我覺得是 就是很不尊重球證 這些態度 是吧 他過來跟你說話 你還沒聽聽他說 是吧 就是你完全呢 就是當他沒有道 沒有道完之後呢 他走開了 我又繼續我做的事 那我覺得這些呢 就是很挑釁性 又沒有禮貌 然後兼且呢 又是完全是不尊重的 就是我覺得呢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足球的話 就是沒有足球這個活動 或者沒有足球這個商業活動的話呢 就是普巴的人是什麼人來的呢 就是會不會 就是去到最後 其實這些人 會不會是做黑社會的呢 就是普巴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有足球 又令到他有些 就是他有些收入了 就是他成為一個高薪價的球員 是吧 但是如果沒有足球 我真的不知道他可以 可以做些什麼 真的這些人 就是現在普巴的情況 目空一切都幾麻煩 那 他三番四次呢 都是不理對有感受 就照罵 那其實我不知道他罵得正不正確 那另外呢 我看他跟球證那種的態度 他可能覺得呢 我是全球最高薪價的球員 球迷是想看我的 你沒有可能出過犯規 你沒有可能給我紅牌出場的 因為呢 你們的聯賽呢 是需要收視率的 那這些想法呢 真是有問題 其實你就不是說呢 我要博表現 所以我要上陣 不是 我上陣是因為那些人要看我 那就開始越來越偏離了 一個職業球員 應有的水 一個應有的這個道德 和一個想法 好了 那就講完呢 就是利物浦的賽事 那大家都知道呢 利物浦就輸了一波 那其實對他們的前勢呢 是會有影響的 那利物浦其實呢 今年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們沒有歐洲賽的負擔 但是他們的傷兵是很嚴重的 那基本上他們的賽事不多 不是頻密 但是傷幾多人的 那這個情況呢 教練團隊 尤其是體能教練 或者軍醫那邊呢 其實都是要留意 是不是有些細微的東西 沒有留意清楚呢 令到球員比較容易受傷呢 那不過呢 其實利物浦的打法呢 是衝刺型 那其實是容易傷的 那你見到多蒙特 其實打法幾次 多蒙特的球員呢 都比較多傷兵的 那這個我相信呢 可能是同相一切的戰術呢 有機會令到球員呢 是容易受傷啦 那這個也都影響了 利物浦的那個呢 那個是成績的 那下年其實 那個板腎深度 是要再進一步呢 是廣泛提升才行 那這場球呢 沒有得沙特奧問來 其實前面的闖關力是不夠 那施迫密集能力都不好 雖然呢 那麼居頂古天奴比較努力 那但是問題就是 奧列治這些球員呢 都不是說很搭檔到 不是很幫到球隊做支點的工作 那麼廢明奴擺了邊 我一直都覺得 他不是處於一個正確 或者是最佳的位置 好了 那麼古天奴上半場 叫做呢 是一個漂亮的佛球是領先的 那麼對方的門將可能有點殘眼 那但是古天奴怎麼說都好呢 是射得漂亮 那當今世上佛球來說呢 他都是頭五個球員來的了 古天奴 但是呢 就是利物浦那個輸反擊的情況呢 是挺嚴重的 那麼這些呢 利物浦始終呢 都是他個別 今年呢 那個問題就是 他防守能力呢 是的而確是壞的 那麼這場賽事前面呢 不是很入球 那麼 那兼且施破力呢 是差 那麼那個老鼠拉龜 沒有地埋手的情況出現的話呢 對手其實反擊呢 是會越踢越順 或者越踢越容易 那麼結果呢 就是大體呢 就是利物浦是進入了下風 因為攻不入對手 那麼結果對手呢 也都憑借著還有一個角球呢 是領先或者贏了 水晶宮是贏了利物浦的 那麼利物浦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的確是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們的班底 是會越踢越少人 比賽又不是那麼多 那麼要調整 或者下一季呢 真是要買多些人 那都要唯有呢 是看一看他們究竟 去不去到歐聯 去到歐聯的話呢 買的人相信吸數會高些啦